四十體要求兩個球 它們交集 圍住部分的體積是多少 首先先觀察一下 這兩個球它的半徑是一樣的嘛 那你一開始可能就會去想說 那它們兩個距離多近 如果距離太遠 那體積就是0 所以先去求它們的球星距 假設球星分別是C1C2 這個算起來是 課本符號是用 絕對值 兩點間的距離 這算起來會是3 所以你可以大概畫一下它的圖形 因為它們是兩個球 所以你直接 對球星做那個 剖面圖 這個半徑都是2 S1 S2 然後它們這裡的距離是3 所以到正中央 距離是 2分之3 那你要求的體積在 在這一塊 所以你可以去想 我只要去求一半就好了 去求這個體積的一半 那這個體積的一半 你可以 想像它會是 一個球用一個平面 去把它切開的 看右邊這一顆球 這個球用這個平面切開的上半部 體積只要算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 這個圖形把它轉成 一個圖形 一個球然後用一個平面去切開 的下半部 它的體積 那其中 這個距離 球星到這個平面的距離會是 2分之3 然後半徑是2 所以這個體積 其實在上學期就已經 學過了 可以用旋轉體 來做 你就假設 這個曲面它是 y y 等於 半徑為2的圓 上半部 所以y等於 4-x 所以這個點是20 那你 只要做到 2分之3 0 你用這一塊 面積去 對x軸做旋轉 就可以了 旋轉出來的就會是 下面這一塊 的體積 這樣可以嗎 這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我就 列式給你們 這是上學期的東西了 對x做積分 x從 2分之3 計到 2 然後 拍 r平方 每個x的 半徑會是 √4-x 的平方 dx 好 那這個算起來會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只有一半 所以 兩倍 就是題目要求的 那這個 最後算出來是 24分之11拍